大家好,我們今天介紹的車是發線運動版 上次我們已經對發線運動版的外觀跟內飾做過一些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直接講重點就是這輛車的動態表現 我先說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好了 動態表現就是它的舒適度,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這個話怎麼說,我前幾天在上海繞城高速跟外環高速 開了一段路,大家都知道繞城高速跟外環高速 路面的狀況不是很好,被大車壓的 然而這輛車在經過這些路面的時候 這個懸架的反饋是非常的舒適 它可以把這個震動大部分的都抹除掉了 大概抹除百分之七八十左右 而且最神奇的是這輛車的這個減震 並不是說軟到讓你覺得像在坐船一樣 其實它的懸吊還是有些韌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不錯的調教 可能跟路虎這個品牌 它有一些越野的基因在裡面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想這輛車的懸架行程應該是滿長的 這個是為了這個越野 所以它能夠吸收很多的衝擊之外 它經過這些坑洞,它不會有這個二次回彈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多程式SUV都不見得能做到這種等級的表現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它非常的不錯 剛剛講到這個懸架讓人覺得很舒適 我覺得這個車的轉向手感也是一個偏舒適的取向 因為第一個它的這個轉向手感並不是非常的敏捷 跟一些現在運動型SUV是不太相同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反應沒有這麼敏捷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可能也跟它剛剛說到的這個越野的基因有關 然後說到這個動力 我先說說它的配置好了 它是2.0T加上48V的這個輕魂系統 然後ZF9AT變速箱這個跟以前是一樣的 那它的動力是跟發現神形相比稍微提升了一點 是249馬力再加上365牛米這個扭矩 那開起來我覺得它的動力的這個輸出 油門的反應並不是非常平民 反而是這種慢慢宣洩出來的跟這個老的奔馳是有一點點類似的 那它並不是說它沒有力啦 你如果油門踩深一點踩狠一點 它還是會給你這個相應的這個動力呢 只不過它就是跟你平常開的這個德系車 像是大眾這種集團的車是有一點點差距的 應該說是差距蠻明顯的 我覺得這樣的設定我雖然不是說這麼偏好這樣的設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環肥燕的時候各有所好嘛 畢竟它這樣的設定在越野的時候或許是比較好用的我覺得 那來說說這個變速箱的反應好了 這個變速箱呢我覺得它不是非常願意降檔喔 你常常要油門踩深一點它才願意降檔 而降了檔之後呢 它又反而比較願意把這個轉速維持在相對較高的地方 這座其實也是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會說一下又跳回原來的檔位 然後導致你中途加速這個力度不足啦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真的覺得它降檔的反應稍微慢一點 你可以用一下這個換檔撥片 我覺得換檔撥片的反應還算不錯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好 那既然我們試的是一輛路虎的車喔 發現運動版喔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一下這個有關於越野的東西 很多車的這駕駛模式都是針對這個鋪裝路面 那我們這輛車的駕駛模式呢 除了兩個是針對這個舒適啦 或者是這個節能這樣的選擇之外呢 另外四個都是有關於飛鋪裝路面的 首先就是這個全自動模式 其實你不用想太多 放在全自動模式就是開就對了 那其他的像是針對沙地啊 泥泞啊 雪地啊 草地這些的 我覺得其實開到全自動模式是最方便的 因為它會針對現在的路況去幫你做一些扭矩上的分配啦 還有一個就是ATPC的功能 這個也是非常的好用我覺得在這種路面上 你只要打開這個功能設定好車速 我現在設定的是直速7公里 它不管是上坡還是下坡 都會把這個車速控制在這個7公里的地方 實在是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可以稱之為是這個傻瓜越野車啦 好 那簡單的總結一下我們這幾天開下來的感受 首先就是它這個舒適性令我覺得真的是印象深刻啦 不管是高速公路那些爛路啊 被大車壓壞的那個破碎路面 還是像現在我們開在這個飛鋪裝路面上 我都覺得它的震動格覺得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路虎它本來是一個以越野車起家的這個車廠品牌 那它還是保留了它品牌裡面應該有的這個傳統基因 但是呢我不是說它只適合開爛路呢 它這個平常的公路舒適性 公路的這個架控感 其實是蠻符合現在大家大眾的這個口味 只不過呢它相對保留它的這個原有的這個基因更多一些 並沒有說因為我現在SUV市場越來越偏向城市化 越來越偏向這個公路運動化 所以捨棄了原有自己應該要有的樣子 並沒有它還是保留著而且它有做出一些取捨啦 那我覺得這個平衡點是做得還不錯 那體驗過這個動態之後呢 我們還是來稍微回顧一下外觀喔 我之前的視頻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應該都知道這輛車的外觀有哪些變化呢 那我簡單說一下就是前包圍前臉 這個中網大燈還有像是後面的這個包圍跟尾燈 都是它的這個變化啦 我覺得做了這些變化之後 這輛車看起來更像這個家族裡面的大哥就是發現啦 整個質感這個有一些提升 那看完這個外觀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內飾上有什麼亮點呢 那我們來到了車內呢 可以再快速的回顧一下喔 如果看過上次視頻的人應該都對這輛車內飾很熟悉啦 首先它的整個車內飾 尤其是中控台 這個方向盤喔 其實是蠻有發現的感覺 中控台的設計也是擋霸喔 多了一根這個實體的 不是再是那種轉 就是那種旋鈕的我覺得很不錯喔 整體來像是一輛小發現啦 然後這個中控台空調的這個介面呢 我也覺得是蠻有巧思的 因為它雖然是簡化了很多按鍵 但是它不是說把它整合到這個屏幕裡面 而是說利用組合鍵的方式 讓一個按鍵一個旋鈕 有很多種不同的功能喔 其實蠻有設計感的 用起來我覺得習慣的時候也還算好用啦 那空間的表現我覺得一二排呢 算是也算是夠用了 第三排老實說我覺得只能拿來應急 但是考慮到這輛車的這個尺寸呢 我覺得有一個能應急的第三排也是非常不錯 至少空間運用比較有彈性嘛 那總結這輛車的內飾我覺得 與它的這個形象是蠻符合的啦 就是空間足夠 看起來視野也蠻通透的 重點是高級感喔 是蠻強烈的喔 這點是我覺得它內裝讓我比較喜歡的部分 那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體驗呢 我先來說說看我的感覺 我覺得它要總結好了 我在說之前先提一下它的這個售價區間 是35.68萬到45.58萬 我覺得呢如果你有這個購車的這個需求跟這個 這個預算的話喔 這輛車是值得被考慮的 為什麼 首先就是它的這個舒適性 我很久沒有做到這麼舒服的這個SUV了 而且重點是它的舒服不是靠這種晃晃悠悠的底盤調教所達成的 它並不晃悠喔 這點我是覺得挺好的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這個 越野性能還是被保留的 現在很多SUV其實沒什麼越野性能啦 很多人也用不到 但是我覺得身為一輛SUV呢 它應該要被保留下來 畢竟這是一輛路虎喔 它有很多這個這個駕駛模式呢 是針對這個雪地啊沙地啊 你令路面的這個這個這個路況齁 這個我倒是覺得不錯 那其他部分呢像是外觀 我覺得外觀的提升雖然變化不大 但是給人的感覺倒是差異蠻大的 盪磁感有上來 那內飾一樣 這個內飾變化倒是挺大的 那當然盪磁感也是提升不少了 裡裡外外看起來都像一台小發現 好啦我覺得我在還車之前啊 我還是想再體驗一下這輛車帶來的舒適感跟這個駕駛感受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 先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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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